燈光建築世界普出閃亮甜思 意大利南部小鎮教堂 圓拱長廊 閃爍的旋轉木馬 圓窮頂庭園 這些那麼浪漫的燈飾 是由意大利燈飾建築巨像 卡納家族所設計的 所用的燈泡都是由他們研發 可以省到九成的電 由烏絲燈變成LED省電膽的時候 我們原本和有名的電燈公司Oswern合作 但效果不理想 於是邀請了一位技工和我們一起研發 他以前製作電視機正於調色 我們研究了三個月就成功了 不說不知 原來粉紅色和紫色的燈泡 是最難調色的 Gesupert爺爺 30年代經營電燈公司 60年代的時候 他爸爸江家是第一個 在歐洲小鎮上的廣場 搭建巨型燈飾裝置的人 最深刻的一次是被北韓邀請 為當地春季藝術節設計燈飾 是唯一一個項目四兄弟都有參與 我們都以家族為榮 因為爸爸說燈飾可以帶給人希望 是一手甜絲啊 在那邊 在那邊 檢查你的声音 很高興 你幫忙